高雄一位女骑士 18号凌晨行进左营区 疑似路况不熟自撞分隔岛 还波及旁边三台机车 幸好人送医后没有大碍 而在新兴区还发生了自撞车祸 警方到场时发现驾驶违规酒驾 而且疑似是警友会成员 深夜11点多 马路上车辆行驶速度不慢 只见一辆机车速度飞快 下一秒自撞分隔岛 碰着一声 所有骑士连人带车冲撞路旁停放机车 骑士也当场重摔在地 附近民众见状赶紧冲出来查看 事发在18号深夜 高雄左营区新庄路 当时一名女骑士一次不熟路况 就在从汽车道迁入机车道时 不慎自撞分隔岛 还波及一旁三辆机车 好在女子送医没大碍 而同样在行刑区也发生自撞车祸 白色轿车车都损毁 挡风玻璃碎裂 安全气囊也爆开 因为稍早前车辆速度飞快 冲撞分隔岛 巨大撞击力道 就连路灯杆也倒塌 原来又是驾驶 违归酒驾 直接男子不断想找关系说情 但依旧被远景带回 所以我可以打电话 等一下我会帮你找 你不用担心 事发在19号凌晨4点多 高雄新兴区中山路 当时这名王姓男子不胜酒力 开车冲撞分隔岛 随后把路灯杆也撞断 而据了解男子疑似是警友会成员 但最终仍遭法办 第一折头男子狼狈遭移送 只是酒后不开车 警方三定五身 这回就算是警察之友 违规就是违规 关系再好也没用 接着高雄众报导